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各位游泉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要來到一個新朋友的店家 為什麼說新朋友呢 是因為他第一次出現在我們的頻道 他以前的經歷是在烘魚圈 那他在烘魚圈算是丁丁幼名 他叫豬寶水豬 那麼他算第二代 好就是第二代來做一個創新開店 他的第二代就選擇了金魚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非常非常喜歡 金魚這個領域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到他的店裡 來欣賞一下 他到底是在做什麼樣的金魚 什麼樣的種類 然後他特意他的金魚 有什麼樣的期待跟要求 或是他想要給這些魚有什麼樣的金魚 那我們就來去找小楊 Go吧 嗨小楊 那我們今天來到豬寶水豬 那其實小楊滿年輕的喔 水豬界很少找到比我年輕的 你幾歲 我85年次 他是85年次喔 所以非常年輕 所以水豬界的前輩們喔 如果遇到這個 這個算是新生代的老闆 就是要溫柔一點啦 比方的殘寶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你的漁場嗎 我剛剛拍完的一些魚 我覺得你好像 滿有自己的想法 因為你做的 輕魚色是瘦 對 就是他整間水族店 就只有懶瘦 那當然還有一些 飛龍天的磁標 但不過他現在大多數都是 金魚的瘦為主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當初為什麼會選擇 想要來做金魚這一塊 我原本以為的印象是 金魚就是那種一兩百塊的東西 常常會去看大陸的抖音室 然後看到 怎麼會有這麼漂亮的魚出現 潛移默化吧 看著看著就是 這種五顏六色的金魚 越看越喜歡 然後就想要做 那其實跟大家在養雞魚的一個觀念 初期是差不多的 對 就是因為他的顏色 顏色 顏色太鮮豔了 對 然後尤其是藍獸非常的可愛 你這次進的藍獸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就是我剛剛拍那個 VIP室那一邊 因為珠寶可竹在市場上 給人家印象都是做 不管什麼縣 南美縣 非洲縣還是澎湖 都是做很高檔的 我自己也喜歡好東西 也喜歡好魚 所以我覺得 我既然要賣了 那我就是要賣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一做就是做 蒜湖高端的藍獸 那其實你可以跟各位漁友分享一下說 你這次去內地的一個行程 跟你挑的魚大概花了多少的時間 看了幾個漁場這樣 我那一趟去福州很奔波 而且運氣也不是很好 那時候我本來是打算想要跟潘總合作 然後我們其實蠻契合的 就是我們都追求好魚 然後那時候正要去挑魚的時候 結果下大雨 下大雨的狀況就不能挑魚嗎 因為他們那個是戶外的池子 就撐著傘去挑也不行 但是就是那個池子裡面嘴都很濁 嘴都很濁 你撈起來就算有花色 但是你那個體態也很難去判別說 這個體態到底是不是OK的 所以你在潘式鯨魚就沒有挑到魚了 沒有挑到 而且主要是那時候我來得很太晚 很多好魚都已經被當地的盤商抓走 正當我抱著失落的心情要回去的時候 我想說這樣講不行 我都來這一趟了 我就一定要帶好魚回來 我不管怎麼樣都一定要帶好魚 所以我就是在當地放消息說 價格就是其次 我要好魚 所以我那一趟去了五天 我走了十四間漁場 一間一間的挑 然後把我自己很喜歡的花色 體態挑回來 也是蠻累的 你花五天喔 五天四夜 我是不知道 內地的漁場有多大 不過就我自己個人 這樣跑漁場的經驗來說 五天要走四個漁場 真的有點很硬啊 我剛剛看完 他真的在挑漁 是挑蠻特殊的一些漁種 我覺得也感受得到誠意啊 就是價位都算蠻高的 不過就是以他目前現階段 對金魚來說 他自己喜歡的部分 對 他的觀念跟我的觀念有點像 就是說 我自己喜歡的 我才會想要介紹給你 對 賣我自己會喜歡的東西 賣的比較熱忱 去中國大陸 清以色十四間漁場 都只有藍獸嗎 也有短尾獅啊 但是我覺得 剛開始做 我想要有市場鮮明度一點 對 所以我想說先從瘦開始 所以你個人比較喜歡瘦 我自己目前個人 就是比較喜歡瘦 而且我說真的 短尾獅 我覺得泰國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優勢一點 比較優勢一點 確實 確實 那瘦的部分 可能大多數會集中在 內地 福州 方便透露你這一次 進的雨大概有多少錢 最近這些日子這樣下來 有沒有破百萬 這兩批肯定過 又是一個破百萬 買金魚的店家 我們上一次去紅藥水族 也是破百萬 那這一次又多了一個小羊 隨隨便便都怪我破百萬 可是我看你這邊好像 沒有比較基本的 目前沒有比較平價 但是算是蠻特殊的 尤其是我剛剛看到 那次紅斷帶 真的是我拍那麼久以來 第一次看到那麼鮮明 然後真的就是 那個間隔讓我非常的喜歡 那種你在中國大陸多嗎 很少 那就是很特色的 我覺得每個人的感官不一樣 那他現在想要做的就是 想要讓大家在金魚圈 認識豬巴水族 金魚市場看了一陣子之後 我發覺台灣好的藍獸很少 也是會有 不過就是真的非常高貫位 頂級的藍獸很少 像頂級的黃偉酥 紅藥 我不得不說紅藥的黃偉酥 對 那其實也有一個做壽蠻厲害的 就是海鄉 基本上海鄉的藍獸也都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就我所知道 他好像都是在內地抓地 如果可以的話 也是可以跟他們學習一下 因為畢竟我覺得金魚圈 要有很多店家願意去進新魚 或是進比較好的魚 我們這些在玩魚的人 才會有好的東西可以去購買 如果說要以自己個人能力 去國外買一隻魚 光那個運費 你就先大死再說了 像小楊邀請我來這邊拍片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說其實有新的店家 跟新的比較高階的魚種 可以去選擇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不過你要堅持住 因為金魚這條路不好走 真的不好走 對 反正大家的客群都不一樣 那喜歡你的 他會喜歡你 但其實就是 像我在做 我介紹你 但最終的本質還是要你自己 把魚不好 補品質不好 校楊齁 他們家在玩魚都蠻豐豐 就我們講一個黑歷史就好了 他們曾經在烘魚界 創下一個專制紀錄了 後面有人打破 沒打破我不知道了 這個傳聞 在我們烘魚界也都有在流傳 三隻烘魚花了多少錢 你跟大家講一下 1500萬台幣 三隻烘魚花了1500萬台幣 2014年的時候 對 就是真的有成交 然後是現金點交 然後後面就不要再講了 所以我覺得說 水族館有沒有認真在做事 就是看他有沒有在進行魚 我相信壓力很大 因為每次進來都那麼多的錢 確實 然後他又要 帶風險 客人來挑到他喜歡的魚 健康狀況一定是很OK的 你才會賣嗎 肯定是這樣 對 我個人建議 在網路上買魚 都現場去看最好 然後新朋友大概都會被凹一下 那小楊好像也準備被我凹一下 好啦 新朋友我們要凹什麼 我們來抽一隻潘氏藍色好了 我們先說好 我們今天位於的是台北大指 麻煩跟各位觀眾介紹一下 我們的地址是位在台北市中山區 民水路397巷 惡弄22號 但是我們在地下室 來之前跟我們預約一下時間 不然很容易會撲空 不然就是會找不到地方 是真的 因為我剛剛在外面也找不到地方 因為他們連招牌都沒有 對 因為我們以前做烘魚的時候 都是對同業 這邊是只有同業才會知道的地方 所以說你要來的時候 就是去粉專問一下 我看社團好像也都蠻踴躍的 對 那就是抽一隻來跟大家同樂一下 對 一隻就好了 然後我們先講一下 就自取就好了 我們不計 大家會發現我很久沒有辦抽獎活動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寄來寄去 然後可能魚隻又在寄送過程 可能出問題還是幹嘛之類 我覺得這個都有爭議 那如果你是我們的頻道會員 那就不用抽了 如果只有你一個 那你就直接來抓了 你要先跟我聯繫 我會跟小楊做身分的確認 你才能跟小楊預約 然後這樣做明期獎勵的活動 其實我剛剛看到小楊這邊 還有很多工房 你是不是還要盡心 對 大概什麼時候 現在福州 藍獸是繁殖劑 所以現在都是沒有 所以如果說要在 有好的藍獸出現的話 要等到十月十一月 你就放心把它花下去 然後希望有越來越多 魚油可以看到你 我覺得進入圈很簡單 你的魚漂亮 體態漂亮 顏色漂亮 大家玩得開心健康 客人就會等著你 那非常謝謝小楊 今天陪我們很棒 我們現在已經幾點了 翻演了 十二點多了 那我們今天謝謝小楊 那我們下次再來玩囉 大家掰掰 掰掰